我是你媳妇,你记住了吗? 媳妇是做什么的? 外头都传人家老三吃傻还咬人,到这一刻了,宋九心头也没有底,就见床上躺着个人,身子很长,脚脖子都搭外头了。 宋九不敢关门,还是被传言的话给吓着了,他能不能留在人家院里过上好日子,就看他能不能哄住这个傻丈夫。 听到声音,床上的人立即从床上翻身而起,吓得宋九手中的汤丸差点脱手。 眼前坐着素未谋面的丈夫,此时正恶狠狠地看着他,只是他的长相却异常地好看,浓眉下是双群星点缀的丹凤眼,精致的五官比女子还要漂亮。 身子果然高大,人也长得壮士,看着样子,宋九觉得他一只手就能弄死他。 宋九不敢靠近,于是试探地轻柔的声音喊了一声, 夫娟? 我要喝鸡汤。 他看着丈夫喝鸡汤并没有闹脾气,也没有要赶他走,他就放心了。 可是,没能听到他的心声,就不知道他在想什么,比如下一刻会不会发疯了打死他。 结果,丈夫的心声没听到,窗外悄悄张望的人,他倒是听到了。 仁婆子是后脚就跟上来了,他站在窗户边小心地听着里头的动静,又从旧了的窗眼里往里头看。 他明明又饿又馋,竟然没有偷喝鸡汤满天过海,仁婆子总算满意了。 你也喝汤。 宋舅已经馋得满嘴口水,他不想被婆母发现,一直在悄悄地咽口水。 这会儿,汤碗就在眼前,他还是强行忍住了。 仁婆子看到这儿,算是老三媳妇过了关,放心地离开了。 好喝,你也喝。 被他喝过的汤,宋舅本是拒绝的,可是鸡汤入了口,他眼眶都热了。 长这么大没有喝过鸡汤,原来鸡汤是这个味道。 没有婆母再偷看,宋舅也顾不上了,将剩下的鸡汤都喝了,就见丈夫欢喜地看着自己。 果然是个傻的,不过应该很好骗。 我是你媳妇,你记住了吗? 媳妇是做什么的? 媳妇